資訊 我們今天主要是為了台坡公司 外勞的過勞死貸案 還有他們在廠裡的勞動條件非常惡劣 簡直幾乎是一個虐待外勞的狀況 他們的這個工廠其實是一個高溫作業的場所 那勞工安全衛生法裡面有很清楚的規定 高溫作業場所的工時應該要適時的縮短 可是我們可以從台坡的這個頒表裡面看得出來 他們的勞動時間其實是非常長 有的甚至要長達12小時 那他們的頒表也一樣是非常的畸形 完全違反勞基法的規定 勞基法34條有很清楚規定 勞工輪業班他每星期更換一次班次的那個頒表 可是台坡的這個頒表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混亂 每個勞工幾乎一個月要換將近10次的頒表 有時候一天就換一次班 他們每個月付4千塊的算數費 可是他們經常沒有東西可以吃 就吃不飽 他們的宿舍冬天沒有冷水 冬天沒有熱水 夏天沒有冷氣 就說寒天的時候那種大寒流來 他們仍然沒有熱水可以洗澡 反應的也沒有用 也不會改善 然後夏天的冷氣 從來都沒有做 沒有 walking 就是從來就是壞掉的狀態 甚至他那個冷氣是鎖起來的 根本不能開 然後他們的薪資單 最最基本的薪資單 連英文的翻譯都沒有 他們完全看不懂他們的薪資怎麼被計算 他們有一個外籍勞工就在他們申訴 他們招台坡公司各種虐待的情勢的時候 在這個申訴的過程裡面突然就死掉了 那勞工一直覺得他們就是一個過勞時的狀況 以及他惡劣的勞動環境 特別是高溫長時間的工作 而到最後可能就在這種身體非常不適的狀況 在結束工作之後 早上八點結束工作 中午一點的時候 他們就發現他死在宿舍裡面 這個勞工28歲 沒有抽菸 沒有喝酒 沒有病死 就從來沒有什麼心臟的毛病的這種病死 可是他就突然死了 所以他們強烈的懷疑是那個勞動環境 太惡劣 可是一個外籍勞工在台灣過勞死 到底他的權益應該怎麼被保障 怎麼認定他是個過勞死 我覺得這都是要好好來問 到底應該怎麼去處理這個配置 這個地方是 或是那一位外勞工做的地方 這個非常多 他們這一筆非常非常的熱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空氣進來 那天工作就像往日一樣 就是公司裡面非常的熱 大概是60到70度中間 然後我們八點從公司離開出來之後 下了班之後 他回去休息 那在宿舍裡面就是回去睡覺 宿舍裡面也沒有冷不熱 然後到一點 就有人聽到這個 Michael或是這位外勞 他就是尖叫好像在叫 要人幫他 只當過去的時候 就是靠近的時候他已經 就是沒有生命跡象了 就是發現他 第一波是 台波是不是一個高溫作業的地方 根據你們 你自己說的 有部分是嗎 對 有部分的確是高溫作業的地方 那這個有沒有違法 高溫作業那個部分的勞工 對 他的工作場所有沒有違法 如果說以救 今天我們是講的這個 處死個案的勞工的部分 我們去檢查結果 這個個案的工作場所 並不屬於高溫作業 但是其他的工作場所 確實是有高溫作業 那自己勞動條件 這一部分也確實是有違法 勞機法32條的規定 就是每個月超時46小時的一個加班 那這一部分在去年9月份的部分 桃園縣政府也有就勞動條件的部分 去檢查過 的確該公司有違法 那也有處理相關的一些罰緩 和做限期的一個改善 第一個勞工個案處死的部分 該公司其實在該個案處死當天 是有依照我們的安慰法這邊來向我們北檢所做一個通報 那目前這個個案事實上 我們也主動以公權力的部分 去啟動了一個過勞專案的一個調查的機制 只是現在這個勞工因為死因的部分 還正在解剖鑑定當中 如果這個個案調查結果 它的死因是符合我們目前過勞認定參考指引裡面 所講的目標疾病 那我們一切都會按照過勞的一個 認定的一個程序來協助處理 目前以台庫來講 它的確某些工作場所是屬於我們目前所講的高溫作業 但是並不是全公司的部分都是屬於這樣子的作業 那至於高溫作業這一部分的休息時間的這一部分 因為就我們北檢所去調查的相關的資料的部分 我們並沒有辦法就整個個案的一個優勞的一個情形 做整個時間的這一部分就現有資料去做 可以有發現明顯違法的部分 我想這一部分我們會再請 我們在北區勞動檢查所這一部分 就這一部分的一個成型的部分 再繼續去做相關的一個調查 包含訪談一些外型的勞工的部分 如果我們是輪班輪到晚上的班 整個晚上上班那個 一人二人兩人 就八小時上班裡面 沒有空運任何的點心 食物都沒有 就是八小時就這樣上班沒有吃的 他說 他們覺得是應該是 他們照這個是他們餐裡面是算是最好吃的 對他們來說這個就是非常好的菜色 醬油給他們貼飯 對 如果我們喜不喜歡吃我們一定都要吃 因為我們很餓 而且我們工作量很大所以我們一定會吃 那現在就是說如果這個外勞他覺得這個 部主提供的這個膳食是不合理的 那其實他可以尋一個尋一些申訴管道 比方說1955 以及也可以跟地方政府去做一個申訴 去瞭解 就是說去 那個就雇主提供這個膳食部分 是不是合理 那去做一個查處 基本上這個案子在3月8號呢 那桃園縣政府的勞工局 他們已經就這個 已經有就這個台郭公司的一個住宿 以及他的一個隱私他有去做一個初步的訪查 那基本上他們的住宿環境其實是大致上是良好的 他說雇主有沒有發放外籍薪資 有中英文對照的薪資名氣表 他說有 桃園縣政府說有 這裡的薪資名氣表都可以告訴我們 桃園縣政府的勞工檢查有沒有偽造 這個叫做有中英文對照的薪資名氣表嗎 我們再仔細看這裡面 顧主有無保管外籍勞工的護照 有無保管外籍勞工的護照 它寫無 可是你們 你們 你們沒有看到你的護照 沒有 沒有 你們從來沒有看到你的護照 他們來台灣從來沒有看到自己的照 好 各位 這個是桃園縣政府勞動及人力資源局 外籍勞工業務檢查表 那顯然這個承辦人員恐怕會有這個偽造文書 或者是檢查不實還蓄意偽造的這個知嫌喔 連政府都這樣子欺負他們 我覺得非常的惡質 所以起碼我們現場都知道 他們沒有看過自己的護照 他還可以說 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護照 我們會先請他限期改善 那他如果限期沒有改善的話 那我們將會就台北公司 就六萬元到三十萬元進行一個罰款 那另外就他一個未限期改善的人數 我們將會採一比一的一個比例 我們廢止他的一個外勞聘僱的一個人數 第一個他新西蘭完全沒有中 沒有英文翻譯 接著他的扣款裡面有個七千塊 這個七千塊是包含算書費四千塊 以及強迫儲蓄三千塊 強迫儲蓄是禁止的對不對 但是他們仍然有 他們也沒有看到他們的存責在哪裡 從來沒看過 所以請奧會一起查這東西好不好 剛剛他講說有時候公司會幫忙申請 可是我覺得指望公司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事情發生之後 台波公司還有仲介都下封口令 叫勞工說 You keep silence, don't talk about this case 叫他們不可以對外講任何有關這個case的問題 這部分我們也希望大家會真正能夠 穿越台波還有手信 可能給你附下的各種名帳 你們能夠發現真相 然後真的幫這勞工找到 爭取到他的公道 我們不希望這些勞工今天站出來 看這個記者會 回去被秋後算帳好不好 我們希望他們爭取這個 他們自己的權益 這是一個完全合法的行為 我們也希望人們密切注意他們是不是會被秋後算帳 我們可以再次看 我先了一下 最後請問 一集說 問我們 你們會被秋後算帳 不知 你們會不會 想和不知 平地 你們會不會 我們會生